所以 我可以把他們帶回原本的柿子 這個原始碼 我這個原始碼應該給你們嗎 這樣你們Malab按一下就有答案 我希望你們自己手寫算一下 解來 不要說 程式 那個 作業的時候寫兩行 然後 跳步驟直接進答案 我現在是告訴你答案多少 但是我希望你自責 自己手算一下 那我們現在借這個機會 因為Malab很方便 我可以試著叫他畫圖 那畫圖的話 你要Malab畫圖就一定要有數字 所以我先 呃 我們先 定 這樣子 就是 Figure 然後 然後 呃 我應該要 我要定義 F跟L分別是多少 我就先把moment圖畫出來 那 畫的話我用秒點的方式好了 我用秒點的方式 所以 我說 我說 這個 呃 我要有一個F值 比如說F是100好了 我隨便抓一個數字 然後L比方說也是100好了 那 呃 呃 我要出圖的話 我就會說plot 然後 x的話 我就是從 這個 1 0 然後每次前進 前進1 然後一直前進到L 這個是我畫圖的範圍 然後我要代入我的M 所以subs 我的M1 然後我的這個 X就是代入 這些數字 然後我 其他部分的話要再代入 就是subs 呃我的 F就是代 100 然後再代入 L L 就是代100 這樣子的話會變成數字嗎 如果要讓他變數字就是把它evaluate 他原本是代數的 我試試看然後畫 畫一條線好了 畫出來了 我們的moment圖第一條是一條斜線 沒錯嘛 好 那我畫完第一條線以後 我就 hold on hold on就是 因為mainlab的畫圖 你一直叫他畫他會把 新的指令蓋掉舊的指令 所以我hold on就是不要蓋掉 不要蓋掉 那我畫第二條的時候呢 我就從 L畫到2L L畫到2L 那這邊的話區間就是L到2L moment是第二條 看看 欸 bug來了 bug 打錯字在哪裡 hold on hold on 欸 畫出來了 然後再畫第三條 那第三條就從2L一直到3L 那這個範圍帶進 這裡 然後我是用moment3 就畫出來了 那為什麼 因為moment還沒有c1到c 還沒有c1到c6 那為了他好看 我可以那個grid on 有網格 比較容易看 有沒有 是不是跟昨天畫一模一樣 這就我moment 那下個那個 xlabel xlabel就是那個 叫什麼 就是 xy的那個 就是 標籤啦 那我們x叫做 xlabel就叫x 那ylabel叫什麼 ylabel叫moment 就是m 這是x 這是m ok 那我再來 接下來要畫那個 這個 簡歷圖好了 我們都還沒有簡歷圖嘛 那簡歷圖其實就上面這些 一模一樣 但是我要對他做 微分嘛 所以我這邊其實帶入那個m的時候 帶入之前我先對他DIFF 然後 這樣就結束了 他就被我帶入 就是被我為分了 所以理論上 就 畫出來 但是畫出來是v ok 就這樣結束了 有沒有三條線 但他沒有 不會去幫你畫那個 值的部分 值的你要另外寫 那我就 不去 畫值的部分 那 如果你要 那再來我們要畫什麼 畫那個 饒度 饒度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要 順便帶入那個 c1到c6 所以我這個部分呢 從這段程式 就是 就是 這裡叫做 y1 y2 跟 y3 可是我這些y1 y2 y3裡面 分別還有 那個 c的代數要 帶進去 所以我應該要先把 c全部帶進去 然後最後再把值帶入 所以呢 我這裡要 有這個 很多帶入 subs 然後那個c1 帶 c1就要帶 那個 equation1 equation1是我的c1 欸不對不對 temp.c1 temp.c1 因為temp剛是我的答案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就把 c1的答案 帶到 我當時叫c1那個變量 那我第一條方程式還有c2嘛 所以 再一次subs 然後寫在這裡 很長 c2 然後 temp.c2 這個程式已經長到看不懂了 看不懂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把它換行 換行 那我通常會這樣 就是 不要 讓這個程式那麼長看不懂 所以我會 可能 可能這樣吧 所以這樣比較好看就是 我總共做了代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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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luate evaluate就是把symbolic變成 數字 然後 分別做這些事情 第1次代入代入代c1 第2次代入代c2 再代x 再來代f 再來 l 就這樣一路代入代入代入 好那這樣子的話那個程式會比較 清晰一點 那 我再來做第2部分 第2部分的話的x在這裡 在x的範圍 然後函數2 然後函數2 然後再過來就 c3的部分 那再過來就 c3的部分 4 3跟4 所以你那個 序號不可以 錯掉 然後 y3是5 跟6 好然後畫完以後 就 一樣 這裡就寫y 小寫y 來 畫出來了 所以這個很有趣的地方我們來研究一下喔 然後 我那個 這裡是支點嘛對不對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支點嘛 沒錯吧 那時候這裡有個支點然後 這裡有一個往下的力 然後這邊有一段是叫做 分布力 然後這一段的雖然有一個力往下 可是它 卻沒有 往下 這樣合理嗎 就是因為這一段 因為這一段的分布力 這裡把它往下壓的時候 這邊會撬球 當然這個變形量 理論上是要 啊我忘了除那個陽次係數了 忘了除那個 1跟i啦 欸我不是應該要負的嗎 我直接這樣算它就會是正值了 所以我昨天在推介紹的時候我說 負的應該是對的 看來是錯的 應該是要正的 因為我現在真正帶數字進去以後 這個趨勢跟我想像的是 同方向 所以 不應該是同方向 應該講說 我的公式 公式推導的時候如果是用負的 看起來好像會這樣 但是錯了 所以我昨天介紹的就是 這個的確會有那個做標系 差一個負號的問題 所以我昨天的這個推導 這裡應該是正號 正號 好 那我忘了除陽次係數跟那個i 那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這個東西 陽次係數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然後i也是的話 這個數字就會變小 就是它原本是12、5次方就變小 那 我想我們也不需要 把這個東西去刻意找 兩個數字來除啦 我們就是看個趨勢而已 那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這裡 它會 它不會這樣子往下斜 它是這樣有點彎彎 有點 這個有點難想像它會這樣變形 那我們先檢查一下邊界條件 這邊是0沒錯 這邊也是0沒錯 對不對 然後我們說 這裡的斜率應該要是0 這裡的斜率 這裡的斜率要相等 這裡的斜率要相等 我們還用什麼邊界條件 我們還說 就是 0的部分 這個是一條 這裡就兩條 這兩個的斜率相等就 4條5條 然後我們又說這裡的位移量要一樣 所以就第6條 所以 這個變形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們可以 試著去解解看 當然因為我沒有 如果我們今天數字換掉 不是100 比方說這個 這個力是1000的話 它會怎麼樣 看一下 欸 怎麼跳一下 跳了一下是發生什麼事呢 會這樣嗎 會這樣嗎 是因為 有零 嗯 不知道為什麼1000不行 1萬就可以 所以 因為這個都線性問題啦 所以 趨勢都一樣 你那個數字帶多少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都是一個 線性問題 都是線性關係啦 所以趨勢不會變 呃 我目前想不到這樣子的邊界條件 會不會有錯 喔 應該是對的 所以理論上如果我的題目是 真的是一個 長這樣子的糧 然後真的受到這樣的利 理論上它的 饒度就是長這個樣子 喔 蠻有趣的 以前沒有把它畫出來 是不太確定是長這樣 但是畫出來以後 喔 你還長這樣子 對啊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好 那 這一段 MateLab的原始碼 我會 整段給你 但是我要你寫作業的時候 自己手算一下 練習一下積分啦 因為考試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算嘛 所以 只是趁這個時候 練習一下積分 對不對 然後我會盡量 不要 出太難 好 其實你知道嗎 考試有一個很奸詐的就是啊 就出一模一樣題目 做標系左右顛倒 做標系左右顛倒的話 理論上答案要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 光這個左右顛倒你們解出來 就會 很多變化 所以總之 我總是會有一個考試就要考這一題 然後我們下次上課就會介紹說 這是我的moment嘛 所以看起來這個點是最大moment的地方 那moment最大 我的硬力不是跟moment成正比嗎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硬力最大的地方 所以整支軸其實這個地方最容易壞 那我們就會來算說 那到底這個地方他的硬力是多少 然後我甚至會來看說 那個位置 他的這個 叫做 墨爾園長什麼樣子 就是他那個地方有他的主硬力方向 那有了墨爾園以後就會開始介紹 一些 破壞力學的理論 然後會告訴你說 其實他那個地方 是不是 這個夠堅固 然後在那個 這個模型出來以後 其實他 後來會引進一個 一些公式 讓你可以有尺寸 跑到設計公式裡面 所以你的 設計公式是 硬力應該要小於等於降幅嘛 然後你的那個 硬力的資訊裡面如果有尺寸 對量來說就是 假設是半徑 那我是不是就會有個不等式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半徑 小於等於一個上限 所以你這樣算完以後 你就可以發現 你的半徑至少要多粗 所以其實我們的設計就是告訴你 你為了要 受這樣的力 有這樣子的moment 然後那邊有這樣的硬力 那你的軸 那個位置 至少要多粗 所以我們就已經完成 第一步的 機械設計 好那那個下禮拜再繼續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到這 拜拜 有問題嗎 沒有喔 拜拜